日本主席辛保一 在上場日本輸給哥斯達尼加後 打回原形 令人摸不著頭顱的正選排鎮 令他由反勝德國的日本英雄 再次淪為輸球罪人 這場除了關乎日本出線新機 亦是對今年和日本中協 讓滿的辛保一一大口驗 去年東京奧運 日本對西班牙的四強戰 西班牙的控球 完全壓制日本 雖然日本靠硬性 堅持到加時 但最後都無緣決賽 據任務指出 辛保一的合約 將會在世界杯口戒滿 所以日本隊的世界杯成績 將會是他可不可以做任的關鍵 經常日本隊的生死大戰 同時意味有機會是球迷 最後一次見到辛保一率領日本隊